现在因为高房价的关系 我发现全台湾老屋翻新的case有非常多 但是老屋翻新除了室内的风格 我们要重新设计 然后工程管线要重新的拉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家里的门窗 其实为了要防止外面的噪音 还有气密的功能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是的 这个老屋翻新最重要的 它就是改变我们的环境的 内外的一个隔音最重要的 那当然不只在隔音上面要处理 还有一个采光通风是更重要 对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窗户是开启的状态之下 如果我们现在听一下 还是有鸟叫声 有 还有外面 然后风的声音 对 风接声 当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气密窗 一关起来的时候 只有我们自己听到我们的回音而已 我听到回音了 差很多对不对 对对对 隔音的窗户是比气密窗在升级在用隔音 是 因为大家考虑到的 我们的整体的构建的密合度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 还有一个我们的玻璃 玻璃更重要 我们这次的玻璃 不是采取一般的只有5mm而已 是 我们是5加5两层 中间还有一个薄膜 所以它的隔音性更好 它的安全性更高 如果窗户破裂的时候 对 它其实是附着在上面 不会掉落的情况 它不会四处乱建就对 没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再来呢 家里加装铝纹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我家里有小朋友 是 所以它其实也有安全的顾虑 当然 这个最重要的是这样子 一般我们的经营告诉我们 砂霜常常会有掉落之余 是 我们这次的设计 多加了一个安全的扣线在这边 扣住了 你在开启的时候 关闭的时候 它很轻巧以外 它不会有坠落的问题 我拿起来它还跑不出去 对 所以拆卸的时候 从便办到就好 那所以说如果安全所谓有扣住的话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往外推的 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的安全 然后再来呢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老屋翻新的案子 它其实view非常的好 那你知道很多时候你家的view很好 你会被那个窗户的那个隔壁给挡住了 它很厉害 是这样子 这么大的窗户都是要分成两三来 没错 因为它有所谓技术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架构结构去增强了 所以它的垮距会特别大 这是我们台湾做的 属于MIT的部分 开的最大面积 采光通风是更好的 是最好的 完全没有遮蔽 刚刚设计师有说到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加装 比如说气面雨门窗 或防灶雨门窗 我们都会有品牌迷思 但是品牌迷思 你一加装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荷包大失险 当然 MIT的 没错 说不定可以帮我们选到谁 就我们台湾制造的 而且它在价格的竞争力 真的是非常有竞争力 它一般来讲比我们的 日本日系的跟所谓的德系的 它基本上是百分之五十 是可以做很好的参考 所以大概可以帮我们 省一半的荷包 没错 那么再来我看到我旁边的 这落地窗 其实它的尺寸非常地大 是的 那有的时候家里的老人 其实开启的时候 会觉得很重不方便 那它其实很方便 是的 因为窗户越大的话 它的重量越重 对 像我们这次落地窗的设计 它的垮距非常大 对 它已经每一扇窗户达到120公分 这是以一般国内的技术性 是比较难突破的 对 但是我们做有很大的突破 第一个 它的轮子有特别的强化 它的重型的轮子 所以它很好滑动 好滑动 可是有一个缺点 滑动以后呢 关闭的时候 因为它是气密窗 它非常密合 这一瞬间要启动的摩擦力 就是造成很大的困扰 是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一款 很重要的神力霸大霸手 这个霸手 对 它就会让你使用上非常轻快 老人家来用 它是很轻快的 能够快速地移动 是 那我们这样在讲话的同时 我发现是外面的机车身风切身 其实还蛮大 赶快把它搬下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气密怎么样 静悄悄 这就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到浴室的部分 浴室也是很多人很头痛的 我的淋浴间 怎么每次洗完澡 都是虚泥咧 到处是水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一款 所谓的无边框的淋浴门 最重要是它的止水清风 这个 这个地方有个所谓的止水条 它是有吸点的 所以它是完全可以密合 它是完全可以密合 真的耶 它就吸住了 它完全可以密合 那再来呢 它其实它的设计 它水呢 我们有时候开门的时候 其实水就溅得满地都是 是的 它也有特殊的设计 它也有特殊的设计 我们的门的下方 有一个特殊的 一个倒水的设计 当你推出去的时候 就只有一点点 它就会少量的水出来 哦 了解 所以大家啊 选择的浴室窗呢 其实我觉得不但兼具美观 还有使用性 重点是 还可以帮你省荷包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